大家好,我是來自苗栗謝同學 然後大家辛苦了 我想要講一下為什麼我要反了 然後我最近是因為作業的關係 所以才去了解河 然後我其實很晚才知道這些事情 然後因為作業的關係 我看了一些車諾比的資料 然後看到就是 我會覺得好像在看科幻片 明明是一個平行的時空 你竟然可以發生這麼可怕的事情 然後還有福島的問題 現在有看到魚影已經開始突變 有兩個嘴巴 然後兔子的話是沒有耳朵 樹還長出白色絨毛包覆腳踏層 然後我那時候在咖啡廳看到的時候 就覺得很想要哭 然後還有看到 車諾比的孤兒 因為一生出來的時候 就是智能跟身體有權限 直接被父母拋棄 我覺得這實在是太可怕了 那我的家人有一個是 原本是那個核能研究會的博士 他現在退休 然後我之前想要了解核能的東西 我就問了他 可是他跟我說什麼 他支持核能 但是他反對環境被污染 然後覺得這實在是太矛盾 而且很不負責任 然後覺得現在的大人都 就是把事情推得一乾二淨 那就算了 但我們因為這片土地 我們還需要活下去 所以還是要靠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繼續為台灣努力 然後剛剛來這裡的路上 我看到旁邊有很多樹林 還有一些高中生很快樂的在那邊聊天 我覺得看到這個畫面非常的 心情非常的好 那我也覺得人跟自然 本來就要一起共存下去 希望這個畫面可以一直被保留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用 堅定溫柔的力量 減少對立 讓力量更集中 我反合謝謝 下一個節目為大家 好謝謝大家老師 台灣人是初心會的邱英里 然後我覺得今天就是 大家每個人真的很了不起 就是每個禮拜五 就是一直都在這邊 那我覺得真的是很了不起 那真的 我覺得其實我今天是第一次來這個場合 然後 那也很抱歉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事情 然後就是 我覺得就是這邊的氣氛 讓我覺得很特別 就是因為一般我們 就是人權團體 在就是可能去一些抗熱場合 其實並不是像今天這個場合 這樣子可以 大家好像 其實比較像是另外一種形式的 大家一起坐下來 然後好好的講一講自己 為什麼想要來 就是繼續的支持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真的很了不起的事情 那 那 嗯 我覺得 其實 為什麼我們好像常常看到說 或者是說 為什麼今天人權團體 好像說 大家好常會聽到就是說 像 到底要不要荷能發電 這種事情 不就是政府決定 或者是專家決定就好了 為什麼 我們要有這麼多的意見 那或者說 為什麼今天這個 這個核電反核這件事情 人權團體為什麼要站出來講話 那事實上 其實我們團體 大概從1984年成立到現在 一直以來 就是從最早期的反核運動 雖然我們並不是主導的團體 如果我們一直都參與在 就是在裡面 是一個聲援的團體 那為什麼 我們會 就是一直要參與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 從 最早的 台灣的核電政策的決定 一開始就是一個 當時台灣就是 是一黨獨大的一個 專制的一個 國民黨的一個政權 然後決定下來的一個政策 那所以它其實從來 就不是一個民主的政策 它從來就是一個 由當時的執政黨 然後決定說 我就是要用這種發電方式 然後來 就決定了 它從來都不是民主的 我在出生之前 台灣就已經決定 要用核電發電 核電這樣的一種發電的方式 那我沒有權力去決定 我要使用什麼樣的發電方式 那如果我們可以選擇的話 其實我們 我想現場的大家 應該 應該不會有人 想要選擇核電 這樣的一種發電方式 那雖然 江儀化的行政院長 他說 好啊 沒關係 你們有這麼多意見 那我們來公投嘛 那 聽起來好像就是說 要讓我們每個人來參與嘛 可是事實上 大家也知道說 現在我們的公投法 有很多很多的問題嘛 那不管是說 這個出來投票的人 要夠高 要夠多 或者說這個 同意 這個要投這個 所謂的 這個要支持 反核的這樣的一個人 也要 過半數 不管有這麼多 這麼多的門檻之外呢 還有什麼 這個 投審會等等 這些各種各樣的機制的存在 其實都有非常多的問題 所以其實這個 所謂的 憲法說 我們有所謂的什麼 創制啊 複決這樣的一個 權力 其實 其實看起來是非常虛幻的 所以所謂的公投 其實它並不是一個 真的要讓我們參與的一個 一個方式而已 它其實 就 只是一個 它 不然如果說 它真的想要讓我們參與的話 從過去 其實台灣的人 反核 並不是從311福島核才開始在反核 從很早很早以前 從開始蓋核電廠的時候 就已經有非常非常多 我們的前輩都已經出來反核了 那台灣人反核 反了十幾二十年 難道我們政府都沒有聽到嗎 所以 所謂什麼叫做人民的參與呢 難道 公投就是人民的參與嗎 事實上並不是這樣子的 那 昨天我們看到就是說 所謂的 國慶日 然後這個 這個 這些 政府高官 就是還是開開心心的自己 把他自己圍起來 然後在 不遠的地方 就是 就是欣賞他們 開心的節目這樣子 那可是 真正的身為 人民的我們 我們真的有覺得 台灣是一個 真的民主的國家嗎 或者說 這個所謂的國慶日 真的有什麼東西 是值得慶祝的嗎 看起來 好像並沒有 那我們看到 其實 不只是核電的這個政策 剛剛其實 包括像來 來這個演唱的這幾個團體 我覺得他們都非常厲害 因為他們的歌詞 已經非常充分的 就已經講出了台灣目前 許多的問題 台灣政府不斷的 用非常暴力獨裁的方式 來決定 他要拆誰的家 他要拆散誰的家庭 不只是家園 包括家庭 那其實 像核電的政策也一樣 其實他們根本就不在乎 到底會不會有核災 然後核廢料 怎麼處理的問題 他們其實只在乎他們跟廠商的合約 他們跟廠商的這些 合約金的問題 那 為什麼 為什麼人權團體要來關心這樣的一個問題 事實上我們覺得 從來 核電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它並不是只是一個安不安全 或微不危險的問題而已 事實上 核電廠裡面的勞工所面臨到的 勞動條件的問題 然後或者是說 為什麼都是原住民在承受這些核廢料的問題 這裡面有太多不平等的問題 那包括說 就算是公投好了 我們也看到說 有很多的新住民 或說外勞 外籍配偶 他們一樣跟我們一起生活在這個土地上 核災發生的時候他也逃不了 問題是他們有權力可以投票嗎 公投的時候他們是沒有權力可以投票的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很多是都是不公平的問題 為什麼共僚人不能自己決定他們要不要核四 為什麼石門的人不能自己決定他們要不要核二 為什麼一定要公投這樣的一個 充滿了非常多問題的機制來做這個決定 這本身其實就是一個暴力啊 那我們認為說核電它為什麼是一個獨裁的政策 其實到了現在也還是一樣它是一個獨裁的政策 為什麼 因為台電從來都不跟我們說核電廠有什麼問題嗎 每次都是監察院這個調查報告 或者說這個民間的NGO來揭露這些問題 還是媒體一週刊還是哪些雜誌來揭露這些問題 他們從來都不告訴我們說現在的核電廠到底有什麼問題 那即使說像核二廠之前也有許多人提出了公民訴訟 然後把這個案子打到這個行政法院去 那台電還是不願意公開他們的資料 然後就說這些是所謂的企業機密 他不能提供這些資料給法官看 對所以為什麼這是一個獨裁的政策呢 是啊因為它一直以來都是嘛 然後它為什麼是獨裁的政策 因為漢人用它自己的方式來決定了說 我們要把核廢料送去蘭嶼 送去原住民的部落 然後我們使用核電 但是我們要原住民來承受這些核廢料的問題 然後我們不我們的 我們為什麼認為說核電是一個獨裁的政策呢 因為我們的國家不允許 我們的人民使用一些小型的或者是友善的發電方式 比如說你在你自己的社區 你就用一個小型的風力發電 或甚至是小型的水利也都有可能啊 太陽也有可能 那為什麼我們的國家就一定非要把所有的電力 集中在一些少數 就是集中在一些特定的電廠之後 然後再透過這個運輸的方式 再運去這個全台灣的各地去運送 那這裡面又浪費了多少的能源跟電力呢 那它非得要所有的人都只能夠使用台電所供應的電力 那所以為什麼這不是一個獨裁的政策呢 這當然是一個獨裁的政策 那嘉儀化院長他說在公投之前 核四並不會再追加任何預算嗎 但事實上其實我們也已經知道說 其實 今年台電的那個核電的預算 核四的預算有117億 他們早就已經用了94億了 就是一方面 我們的行政院長跟我們說他們要 封投要讓人民來決定 然後在這之前不追加預算 事實上呢 台電又一邊在用這些預算 那 所以核四其實從來都沒有停下來 他並沒有因為說 行政院長說要封投 然後所以就暫停 從來都沒有 所以不管有沒有要封投 台灣的政府目前就是在續建核四 他沒有要停下來 那我想這也是為什麼 你們為什麼每個禮拜五 大家還是堅持在這裡的原因 所以我覺得 大家覺得這裡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台灣雖然說是一個 號稱是一個民主人權的國家 可是事實上他的每個政策 都是很獨裁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來這邊 我們其實並不是只是在反核而已 我們其實在做的 只不過是在要求這個政府 要做到一個 所謂你自己所謂的 名副其實的民主人權 這個最基本最基本的要求而已 那如果你連這樣的要求呢 都做不到的話呢 我覺得我們其實也不大需要這個政府 那所以我們必須要盡我們最大的力量 要政府然後要台電去做到最基本 最基本的這件事情 也就是你要去遵守所謂的 民主國家人權法治的 這樣的一個基短的程序 那如果今天這個一個 充滿這麼多問題的公投法 他都沒有辦法修法的話 我們根本就不應該公投 因為這個公投是不平等的 那既然沒有公投 我們就不應該要續建 也不應該有任何的核電廠 應該要被研議 大家知道核一核二三 其實他們提到的他們一定的連線 他不應該要再研議下去了 政府現在最應該做的事情其實是什麼呢 他其實應該要去想的是 他怎麼來處理他的核廢料啊 我們的政府在30年前跑到蘭嶼 台電在30年前跑到蘭嶼去 跟他說我們要來蓋一個罐頭工廠 然後這個打物主的人 就跟他們簽了土地的契約 租用了這個土地 讓他們在那邊蓋了 就是儲存那個核廢料廠 那就算被騙好了到現在 其實蘭嶼人也都已經知道 那就是核廢料廠了 那這個土地契約其實也都早就已經到齊了 到底政府要怎麼去處理這些核廢料問題 那這不應該是目前我們的總統府裡面的人 或者是台電最應該要先思考的這些問題嗎 為什麼只是一直在思考 怎麼去公投 怎麼去安檢這樣的一個問題呢 你不去思考核廢到底要怎麼處理 你現在不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相信十年後一百年後 我們政府也不會再去思考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負責任的做法 因為這就是把所有的問題丟給我們未來的子孫 那最後當然還是要幫 因為我們其實也有加入所謂的就是廢核平台 那其實大家知道說廢核平台現在有發起一個 就是所謂的就是廢核的幹嘛點跟廢核的 在網路上註冊的一個網站 所以如果說大家你有一個空間 然後你可以放一些DM或傳單 或者是說你願意去找更多的人 然後固定辦一些活動來宣達這樣的一些訊息 或者是理念的話呢 也歡迎大家可以上廢核平台 然後去登記成為廢核跟幹嘛點 那我相信大家每個禮拜五晚上 持續在這邊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相信明年的311的時候 我們一定還會有遊行 我相信一定會有的 吃素心應該就是綠盟應該還是會繼續 我想所有的NGO應該不會放棄 就是說只要核四一天沒有停建 只要這個政府不繼續面對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還是必須要站出來 那展現我們的力量 所以也許大家明年可以 當然大家每個禮拜五可以繼續在這邊見 不過明年的311的遊行的話 我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在街頭見 謝謝大家